欢迎收看洪流洞见 在世界洪流中一起洞见未来 我是洪淑芬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台大哲学系教授 院举正 岳老师 老师好 淑芬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最早期的时候呢 认识岳老师呢 就是从台大哲学系的 网络课程知道的 所以那时候非常崇拜岳老师 就讲这个哲学内容 很多人都以为 我只会上哲学课 所以我啥都能讲 今天我们又要来谈谈 就是太平岛 因为呢这个立法院的 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招委马文军 那率领了一群的 这个蓝白的立委20位 要到太平岛去 那因为这个中间呢 有很多的波折 本来又说是 预计是5月17号 但是又来又说 天后的因素所以要不行去 然后后来又说呢 这个因为要开会的关系 后来又不能去 好 今天的最新的讯息 就是的确确定了 就是5月17号的下午 他们呢开完会之后 立刻就前进 立刻就前往这个太平岛 那他们是会在当天 5月17号的下午5点钟 飞到屏东基地 然后呢去听个简报 然后在屏东留一个晚上 隔天那一早的时候 6点就搭这个搭车到屏东基地 然后听取了气象 国军的气象简报 然后早上7点钟 从屏东基地搭运输机 到南沙太平岛 这个航程大约是3.5小时 那最后他们会在这个 太平岛呢去这个 南疆索要这个杯前面来合影 然后呢市岛战备操演 事件这次的新建的码头 那下午的时候再回到屏东基地 那同时在当天就隔天的5点30分 立刻回到立法院 这个行程非常的紧 非常的赶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太平岛了 老师是不是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因为呢我今天上午呢 在准备一个演讲稿 因为有美国的一个大学的团体 来访问要我来讲一下 台湾的背景 我的第一句话讲说 台湾有可能是全世界 最特殊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特殊性 不用我多讲 大家都了解 但是因为呢 我们在1947年的时候 然后呢接收了日本原来在 南中国海的所有的权益 那个时候呢 我们接收了两个最大的岛 作为象征意义 一个叫做东沙岛 另外一个叫太平岛 那是1947年发生的事情 前不久的话呢 也就是在这个同一个位置 就是我坐的位置是赵春山的 赵老在这边坐的时候 他的爸爸就曾经是 那个南沙太平岛的这个副指挥官 所以说他自己感觉上的 非常有这个情感 能够心里有感觉 然后最主要是 他说他爸爸每次回来 都带了很多海龟肉 海龟肉 海龟肉 对对对 海龟肉其实 因为我哥哥曾经在这个 东沙岛带过一年 也会带来海龟肉 那海龟肉吃起来像牛肉 那种感觉 一般人吃不到 你说那边的特产是海龟肉 因为它东西好像也不多 只剩下一些海产的意思 我跟你讲为什么你刚刚讲的 有几个先讲太平岛有几个 你刚刚讲的几个特点 就是几经波折 为什么有波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要飞3.5个钟头 基本上是从台北 飞到成都的距离 你看打开地图看看 你就知道有多大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是很多 就执政党那种民进党啊 或者什么的啊 蔡英文根本都不敢去 一直在指导为什么 所以说呢这里面 我要强调这三个问题 我来回答一下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因为呢我引述 这个林卓水讲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的话呢 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制造麻烦了 不应该去的地方 那为什么不应该去呢 因为美国不让你去 美国不让你去呢 是美国反悔 美国反悔主要是在 1947年的时候 大陆本身没有海权 没有空权的时候啊 那我们南中国海 基本上就是中华民国 所拥有的 所以太平岛是 我们所拥有的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非常重要 因为它非常远啊 但是太平岛为什么 一定要站下来很重要呢 太平岛是岛还是 交的问题吗 你有带头吵就没有意义啊 因为我哥都告诉我 整个南海啊 最重要的岛是太平岛 因为它有淡水 太平岛有一颗井 老师我刚好有个地图 可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对就是说 它的这个位置图 到底是在哪里 因为很多人想说 那太平岛距离 台湾这么这么远 1600公里的远 那这个太平岛呢 它是有地址的 它这个地址呢 是隶属于我们的齐津区 高雄市的齐津区的中心里管辖 虽然从台湾到这里 有1600公里 从台湾到成都的距离 对 但是它是隶属于高雄 齐津这里所管辖的 好 这么的远 老师我们看到 这旁边其实呢 大部分都是礁啊 这是什么南勋礁啦 赤瓜礁 美济礁 但就是这个地方呢 是岛 岛 太平岛 那唯一旁边比较近一点的岛呢 就是像永新岛 或者是黄岩岛 就旁边就是已经是菲律宾了 但是呢就是太平岛呢 在这个地方 但是呢它是整个南沙群岛当中 最大的一个天然岛 它平均的潮位 就是说露出水面的面积 只有0.51平方公里 那如果呢这个海水呢 稍稍微在低一点的时候 变成0.98 就是海拔大概5到6公尺高而已 就是非常的平 就是它就是一个岛礁这样子 那老师怎么看 就说它距离这么的远 但是呢我们在 老师刚刚提到说1947年 就是1946 1947年的时候 当时是因为呢 国民政府派遣了海军上校 有四艘舰 中叶舰 永新号 太平号跟中舰号 那前往这个地方呢 去接受的南海诸岛 然后也建了一些碑 也做了测量 那后来呢所以用这个舰 太平号这个舰 就来命名叫太平道 这是它的前缘 这历史非常重要 那个时候我必须强调 这个1947年的时候 到现在真的发生 大陆是1979年跟美国建交 那大陆跟美国建交 1971年的2758会议当中的话 所有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 全部交给大陆 你要了解这是个国际法 第二件事情 从1947年这个地方叫南中国海 本来中华民国的沿线是11段线的 大陆为了给越南一个面子 就改成9段线了 那一段段的线呢 是划出来跟各国的领海的交界 本来英国跟美国 他们都没有意见的 都觉得说这个就是 反正一个无人荒岛 这个情况 但是它是南海非常重要 你刚刚讲的非常好 就是太平号本身来讲 就用这个名字取名的 另外第三点最重要就是 南海现在的话 出现了三种改变 第一个美国反悔了 然后第二个美国想鼓动 菲律宾跟越南的话 在南海上好好搏一搏 跟大陆搏一搏 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 它的地底下的话 有蕴含的有非常多的资源 在开采的时候 所以大陆为什么被逼的原则 首先第一点你讲的非常重要 就是不管是什么 骑金的一个礼 或者说是钓鱼台 也是我们宜兰的一个 还有游地区号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主权的问题 主权的问题的话 谈都不要谈 这个是你个人的一个 不要说我们所有属于这个国家 因为大家不是强调台湾 台湾没有国了 没有国家叫台湾国了 有一个国叫中华民国了 这个中华民国在联合国 是没什么地位 我读过联合国当初的 2758的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里面的内容 讲起来是蛮羞辱的 但是这个我不讲 但是最主要是强调说 这个是我们的主权 只要中华民国还在 大家一定要这种感觉 主权一定要捍卫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认为说 是台湾不要去太平岛呢 美国明令暗令都讲不要去 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你去的话呢 落实了美国自己 所必须遵从的国际法规则 就是说那大陆本身的话呢 就是按照国际法 所拥有南海这边图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大陆的你刚刚画的 那个图当中的话呢 以前我们叫争母暗杀 就是教啊随便的 但是大陆的话呢 它这个吹杀填土的力量 非常强啊 人造岛的话呢做出来 我这一次在大陆的时候 看到红色基地 大陆发展的小型的 核能发电措施啊 我当时就想到 在太平岛吹杀塵岛以后啊 在太平岛的附近 吹杀塵岛的话呢 所有的礁 通通可以用这种核能发电 盖一个大型的度假中心啊 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有天体营 跟穿衣服的都无所谓 但是你可以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本身的 整个南海有新疆的两倍大 它非常非常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陆绝对不会让 美国现在就是要想办法 在国际法当中 找出插封的地方 所以从这件事情 可以了解到 美国人基本上 本来就不承认有中华民国 也不承认中华民国主权 但它不能不承认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呢 这个南海的太平岛 就属于这边呢 如果说台湾现在的领导人也好 或者民意代表人也好 到太平岛视察的时候 大陆为什么乐观精神 因为大陆说只要你视察以后 就代表三个意义 第一个两岸同属一中 因为你看到七五八里面的话 并没有讲说谁取代谁的问题 只是接收接待的情况下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台湾本身的话呢 不但强调它的主权 这个主权会延伸到大陆主权 这个本来就是大陆要的嘛 对不对 就是一个主权要延续 然后第三点的话很重要 因为美国在南海里面 布下一个大局 什么欧洲人啊日本人啊菲律宾人啊 越南人都不要命了在那边拱 然后你这边的话一下证明了 这个的的确确在法理上来讲 是这个中国的领土 那这个就没什么好说 所以美国反对 美国明确的反对 这个叫波折 但是因为美国对于反对呢 它又涉及到一个自己的口识 因为美国开口闭口 强调自己是民主国家 那个佩洛西每次到台湾来的时候 美国讲说双手一摊 他是国会议员呢 我们拿这个议员的话 名义展现没办法 现在马文君来了就是这一套 他国会议员啊 对那老师怎么看 就说之前像是陈水扁也好 或是马前总统也好 他们都曾经在任内的时候 登上了太平岛去宣示主权 但是蔡英文八年 他都没有登太平岛 是因为受限于美国的关系吗 还是什么 这个我必须强调 这个台湾分成蓝绿嘛 有统独两派嘛 但是呢基本上我所认识的独派 他基本上就会强调台湾是一个有主权的 说台语是台湾是一个做官党的国家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啊 对不对 什么叫主权 没想到老师的台也讲这么好 不是啦 就是这种口号型的东西 我还可以 其他真的都不行 那最主要的话呢 要强调这个观念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本身的主权嘛 太平岛是不是你的 对 那你像钓鱼台这种问题的话呢 我说句良心话 蔡英文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主权意识 赖清德也没有 他们认为当什么职位最重要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当了职位 他根本没想过问题 他们没有主权意识 但是在讲台独 怎么会没有主权的意识呢 他们理解错误 他们认为主权意识的话呢 就是台湾人有独立自主的权利 错了 主权的意思就是讲 包含了你领土啊 人口啊还有这个主权 这是国家构成的要素 你的主权所及的范围 就来自于你的宪法 你的宪法说 最近还有一个议题啊 也很热门啊 就是台湾很多人就叫 哎你们中国啊 完了我们这边呢 两边一个什么 我说这个不危险 傅昆奇讲的这个危险 为什么 因为我们称对岸叫大陆地区 我们自己称这为台湾地区 这个就是符合宪法 这个主权就是依照宪法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现在的话呢 你等于是放弃主权 以前的陈水扁 不管他多读 他就觉得说 有很多支持他的人 会强调你要宣誓主权 宣誓主权 你灯钓鱼台比较麻烦 因为他也没水 什么的很辛苦 就是一个荒岛人很小 太平岛里面有驻军啊 对不对 太平岛非常驻军 还有什么气象战 最近的话呢 刚好理由非常坚定 你修码头 你凭什么修码头 那个地方引发的争议这么多 你凭什么修码头 就是你有主权 所以你可以修你码头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的话呢 在合法范围 我修修我家的阳台 是我的事情啊 这是我家的权利啊 这个主权就是国家的权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去视察 你等于是放弃 所以我现在看到 蔡英文这个脸 我就觉得说是一个卖台的国家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情况 就觉得非常难过 因为你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像我们觉得说 蛮有那种情绪蓬沛的人 到了太平岛现在再去 搞不好又要哽咽一番了 对不对 那个非常了解 但是陈泉军的话 他的基本立场就说 我干这个职务我就做的事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 对不对 那那个蔡英文当这个尼姑 他就居然不撞这个钟 那就觉得很奇怪了 老师因为在过去 大家像是中国 菲律宾 越南都认为呢 对于这个太平岛是有主权的 所以它到底是谁的 我们先来看到 就说之前这个菲律宾 也曾经根据联合国的 这个海洋法的公约 控告中国说在这个申请 还是纷争的时候 但是呢现在就说 在2016年时 国际法庭就说已经定义了 太平岛呢 南沙岛是礁并不是岛 所以当然这部分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毕竟你看我们驻军在那边 然后呢它还是一样可以 就说可以运作这样 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因为现在包含了很多的国家 都认为主张他们是有主权 对于太平岛是有主权 我跟你讲 这个主权这个观念呢 就跟国家大小无关了 是绝对不能够退让的 对 这个是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 就是在香港还给中国之前 邓小平讲过这句话 主权的事情一点都不能退让 谈都不能谈 我听到大陆朋友讲得很好 他说那个时候看 大家都喜欢看舌尖上的中国 就是说土地你一点都不能让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这个土地底下会长出什么玩意来 因为是舌尖上的中国 就是说你永远不能够让 这个土地的这个观念 这是一个固定的印象 那大家打开地图一看的话 就是里面涉及到 南中国海的十一段线 当初在画的时候 美国跟英国都没有反对 原来日本在战的时候 因为它实力强 实际上这个是属于 国际政治哲学的议题 国际政治哲学里面 有三条原则 不管你接不接受 第一个 国际政治就讲实力 讲实力就是 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海当中 大家只展现军事的力量 然后第二个 国际政治讲求拉帮结派 要联盟围堵 这个就是目前在南海发生 然后第三个 国际政治里面讲求本国利益 这是三项国际政治哲学里面的 基本原则也不会改变的 所以目前为止的话 对于谁来讲 大家都会主张拥有主权 有很多人是靠距离 很多人是靠历史 很多人是靠国际法 那这个当中的话 看谁做的注脚 我这边来强调的话 我作为中国人来讲的话 我认为太平岛当然是我们的 所以说我们对太平岛拥有主权 我刚刚说得很清楚 为什么我们可以修码头 现在是郡公要去看 马文军是码头竣工要去看 为什么隔了1600公里 能够在那边修码头 我们为什么在那边有驻军 长期在那边有驻军 原来还有陆战队 也有通信兵 在那边长期有驻军的原因 就是因为驻军代表一种主权的象征 所以说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但是中非越就沿有主权 那次讲的 越南不会讲到太平岛啦 越南会讲到他自己离南海很近 然后大陆给他面子 所以大陆为什么要提出南海行为准则 南海行为准则就是八个字 主权明确 利益共享 那这个大家基本上 现在东南亚国家大部分都已经承认了 也愿意签了 原来菲律宾在都特迪的时代 也是愿意签的 换了马可思以后 那菲律宾是一个比较讲求感性的国家 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 老师你刚刚讲到说主权 以之前像那个 舌尖上的中国这个节目讲说 为什么主权很重要 是因为你不晓得他地下会长出什么东西来 地下会长出什么样的宝贝 太平岛它本来是很多的矿 就是零矿是很多 但是后来被开采殆尽了 所以他现在其实也没有零矿 但是之前中油也曾经去探勘 是不是有石油 是不是有天然气 但后来也不了了之 所以他虽然是在物资上 就是说他的能源上面 战略能源上面 目前看起来好像还不知道有什么 但是他的战略上 位置上是相对的重要的 那老师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 本来马文君呢 就已经设定好是在5月17号 要率队到太平岛登岛 那总统不去 那没关系 立委呢自己去 国会议员自己去 但是呢这过程当中 遇到了很多的这个波折 一开始又说什么是天气的关系 所以不去等等的 老师这个背后到底是不是 有什么样的这个 有人在介入吗 还是什么样的元素 我觉得我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 但是没有不够直接 咱们不讲吃得用的 首先第一个 地下有什么能源 地上有什么能源 什么鸟矿采光 鸟矿采光的鸟粪矿 就是为了做人工化肥 现在人工化肥 已经合成可以生产了 所以说问题就不会太大 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背后的原因就是第一个 美国本身要把大陆的 主权问题要打一个洞 打一个洞 打个洞 因为说涉及到这个 因为大陆的主权 完全是来自于 包含联合国的这个 安全理事会的地位 都来自于台湾中华民国 对不对 那打个洞的意思就是说 让大陆感觉到 在法理的系统上 有个松动 为什么有关于 大陆的主权问题 一点都不能让 而非常小心 小心到你在大陆 如果拿任何一个政见 你拿台湾 他马上就非常清楚 几乎所有的官员 都不会出错 就会认为 你就是中国的一个省 为什么会达到这种地步 最主要原因是 主权的问题不能退让 那美国想在主权的问题 打个洞的话呢 这个就让中国本身来讲 以后构成一个口式 那蔡英文要配合 那第二个 民进党为什么要配合呢 民进党要配合的原因的话 并不是说没有能力 否则他何必要修这个码头 民进党要配合的话 是因为民进党本身来讲 他没有任何的国际政治的感觉 他也不拉帮结派 他完全就靠上美国 靠上美国的本身 这些人有点土 你知道 我觉得 我不是说这个良心话 国际政治中的话 台湾很有机会 可以玩两手策略 或者左右逢源 他都不要 他都完全抱紧美国 美国就要干什么 干什么 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这个民进党刚好 落实了民意代表 借这个机会 然后来展现一下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际 因为我们的民意代表 做这个事情 是为了要捍卫自己的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你没有话讲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么这个里头呢 就是民进党不喜欢 民进党不喜欢 国民党的这个 在野党的议员 在展现他的民意 那美国不喜欢的话呢 就是说呢 这个台湾对于太平岛有主权 因为太平岛有主权 你这下不得了啊 你在太平岛 每一个岛屿当中的话 牵涉到200海里的这种经济区域 一化就大了 那太大了对不对 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当然不希望 中国在南海有这么大的主权 那它的唯一的破口 就是从台湾搞起 那台湾的立场很简单 我绝不参战 同时一定听话 就是台湾这八个字 好但是我们看到 就是民进党立委自己不去 所以呢就是蓝白立委自己去 那有一个说法就说是中方呢 大陆有在催促国民党务 在520之前 让这个立委呢降落太平岛 老师对于这样的说法觉得 这个我觉得啊 在这个问题上既然已经这么敏感了 对 你要了解 我觉得台湾人很多人不了解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家对于这个大陆的报道 只有新能源车啦 什么光伏板 锂电池什么的 大陆最厉害的是它的外交与国防 外交与国防 非常厉害 它的外交真的超乎想象 基本上的话呢 超乎美国的国务院 那王毅的话 我觉得他们能看 真的超过布林肯 因为美国的那种 副国务卿的讲出来话 常常乱七八糟 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但是大陆的话 外交部本身来讲 他不会说是要催促 国民党务520之前讲过太平党 我必须强调 这件事情的发展 大陆已经做好两方面的准备 去还是不去 所以我一下来就问你说 5月17号去还是不去 刚好在520之前 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理由 那个不去的话呢 也不会影响实际的情况 因为大陆也绝对 不会放弃它的主权 但是它这个话 如果你去了 可能可以猜测出来 感觉要比较高兴 就像我们平常到大陆去的时候 如果你讲话都讲 两岸中央同意 他不一定要你讲这个话 但你讲出来的话 他觉得对你印象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讲说 我们有没有机会的话 来一边一国 他非常不高兴啊 对不对 他搞不好他就不理你了 你下次也甭来了 就这个里面所讲的观念 这个是属于艺术的部分 你讲话嘛 不要说太明白 但是大陆的这种外交上的 尤其是台湾的问题 是台湾的主言 根本不属于大陆的外交 是属于国裁办 但是国裁办常常是老外交官 以前的刘洁一 祝国联合国什么的 他们基本上的原则跟操守 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讲 他们做得非常小心 最主要的话呢 就是是他们的跑不掉的 不是他们的想也想不到 就这么简单 老师 接下来就是520 其实日子也快到 就赖清德即将要上任 那这段期间呢 很多人就在讲说 那中国大陆是不是在观察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动作 不管包含了像是一些军演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一些实质上的一些 对于赖清德的一些压力 或者是观察探测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东西 赖清德运气比较不好 比较不好 对对 因为蔡英文是在 2019之后 所以说是这个听起言观其行 会给一段这个过渡时间 还给了个什么考题啊 什么要你打了 打不打啊 就还冷 赖清德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赖清德没有这个东西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的话就是 民进党继续执政 然后他自己也讲了 菜归赖水 然后第二个的话 他自己曾经说过 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不抱希望 然后第三个的话 因为大陆目前为止 在这历经的八年以后 大陆的军事跟外交上的力量 已经明显出来了 他不会再给你任何的时间 那么这个 这个我有一点不太理解 但是现在也慢慢理解 就是说民进党的态度 也非常强硬 从今年的大年初五开始 就2月14号 既是情人节 又是赢财神的日子 就赢财神变成赢死神 情人节成了仇人节 所以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现在的话 他一公布内阁名单的话 管碧林居然留任 就光这个消息 你说在2月14号 今下发生了这个海域的 一些冲突事件之后 然后没想到这个管碧林 他居然还有任 你知道这事情有多严重吗 目前为止那两位渔民的大体 都没还给人家 还在金门 船也没还给人家 也没有协调 也没有道歉 还动不动 就走的时候 还是塞了十万块给人家 多羞辱啊 说良心啊 将心比心啊 将心比心啊 这跟你是大陆人 是台湾人无关 这是人做的事吗 你这个做法上来讲的话 来修辱人家 你以为大陆人 是等着被你修辱的吗 你开什么玩笑呢 你现在做这种事情的话 你送出来的讯息 你看到耐心的从此 就没有打从心里笑过 对不对 面对疾风吧 所以你看他的国安团队也好 或者是他的其他的团 就是他的那个人选出来之后 看不出就说 在未来对对岸有一些善意吗 我看不出来 你看得出来了 可是他用的郑文燦啊 郑文燦也是 郑文燦对 郑文燦我们台大毕业的 电机器转社会系的 海基会 董事长啊 以前的话呢 海基会董事长 爽死了 又不用做事才会领高薪 在过去八年 几乎海基会这个位置 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事情了 什么没有 根本没有做事啊 没有来往做什么事情 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但有人说他用了 赖庆德用了郑文燦之后 就是希望在接下来跟对岸 有一些些的合作对话 郑文燦的这个师傅 洪基昌我见过他本人 我说一句良心话 这个是进入一个死胡同 洪基昌认的本人 他的讲话的方式啊 各方面 他是一种典型的那种 因为医生出身嘛 有那种典型的那种态度 就是说两岸关系啊 是可以缓和啊 不用急于这种对抗什么的 但是有一种原则性的问题 大陆一下子给你丢出来了 你认不认同 你认不认同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直接就讲啦 对不对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 这与说句良心啊 这个问题卡在这个死胡同当中 大家要正面面对 像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从小就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看电影看到中国人 被杀会难过你知道吗 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看到那个1943的河南发生 饥荒的时候 他是河南人啊 就咬着脸在哭 台湾人看到讲的 腰戏啦 就没有情感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在那种情况下来讲 你对大陆的往来 讲的不是法也不是理 讲的是情 这一点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重视 你不能够让台湾 只有少数人对大陆的情感 其他学生觉得哎呀 甚至还有人家讲说 如果说出现一个超级大地震 让整个大陆都陷入海底 那不是解决所有问题吗 我跟你讲 大陆陷入海底之前 台湾先陷入海底 我跟你讲 台湾应该比较危险一点 我们天天 我们现在那个403的地震 到现在都没停过 一千多起余震哎 我跟你讲 这个是非常严重 因为我家最近 因为震有裂缝嘛 找人来修的时候 那个管委跟我讲说 哎呀你们等一下 这个震余震还没结束 你修完又震开了还得了 我听都吓坏了 所以这个天灾的部分 这个台湾其实会 首当其冲了 应该是这么说 好老师你刚刚提到 这个洪启昌 洪启昌对于赖清德来说 其实是他的恩师 因为当初赖清德会 弃医从政 其实就是听了 洪启昌的一席话之后 然后赖清德在当医生 没多久之后 他就决定要从政了 所以这个洪启昌 对这个赖清德的影响 是非常的大 那老师也提到说 其实最近洪启昌 他的一些对于 中国大陆的一些态度 其实是有一些的转变 我跟你讲啊 这里头的转变 我觉得转变最大的是 郭正亮 那郭正亮的话 基本上比我还红 比我还同啊 一定要 郭正亮之前 以前是民进党立委 不分区的立委 他最近这几天刚好 他这几天刚好在大陆 对对对 去了好几次了 而且他每次回来 极其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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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在大陆也是非常极其受欢迎 我不一定 我的性质跟他不一样 因为我是一种情怀 就对大陆来讲的话 我如果讲出这个当年 红其章或郭正亮 后面新潮流讲的话的话 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我脑袋 有分裂的状态 我没有分裂 我是一致的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我没有像马英九 那么深的情感 邓文庄掉泪 但我也掉过泪 我也必须强调 有些事情的话 这些情感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这个看看 这姑娘做了示范 但是她已经变成13扣 对不对 已经被民党开除党籍 那红其党本身来讲的话 也没有人敢声援她 为什么没有人敢 为什么没有人敢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台湾跟大陆对决的话 是他们的利益的来源 合了以后的话 那完蛋了 原来的机会就没有了 是这种情况 所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政治就是矫求利益分配 对那老师 为什么红其商会有转变 他到底说 在这几年的看见 让他有什么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我先跟你强调 基本上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 大陆的经济发展 确实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我所有认得的 在台湾的有钱人 没有一个人的钱 不是从大陆赚回来的 对不对 你可以了解这个现象 然后第二个 大陆的社会当中 虽然不如台湾富有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他们是社会主义 他们会强调社会平等 有很多事情的话 国家会透过他们意识形态的力量 来做平衡做表达 事实上我认为大家说 尤其是台湾民众来讲 应该多到大陆去了解一下大陆 比较深入的了解 像我本身来讲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学校 台湾大学这么重要的学校 居然没有什么 居然没有什么 专门谈大陆民间社会的这种课 就是很少 我自己有一个亲戚 他做这个方便的话 也是躲躲闪闪的 就是大家觉得说 这个你讲大陆的话 说一点实话 就是为人家宣传 在大陆的社会有它坏处 也有它需要改的地方 但它好处很多 对不对 我自己跟他们讲不完 我们可以专门搞一个专题 来讲大陆好在哪里 下次我们来看一集来讲这个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大陆的政治 像洪行章这种 弃一一从政的这种知识分子 如果说赖清德也算知识分子的话 所有的知识分子 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偏左的 不可能有人会年轻的时候 会喜欢美国资本主义的 包含俗芬在 就是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年轻人 就会喜欢社会平等 就会强调每个人机会均等 就会强调公理正义 这很自然的事情 那这个意识形态上来讲的话 我们谈话没有办法跨出去 在我成长的岁月当中 只要一讲到今天 讲到社会主义 讲到红 讲到马克思主义 讲到共产党宣言 就马上被抓起来 所以说大家都一片茫然无知 但是如果你对于左派思想 茫然无知 我自己在留学的时候 我83年在比利时开始留学的时候 我居然完全不知道 左派是干嘛的 甚至不知道左派是一种 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 所衍生出来的 而我居然在哲学系注册 后来那个老师跟我讲说 我知道你从台湾来的 你们恐怕没有这个接触 但是你必须要了解 这是社会的主流思想 因为整个欧洲国家 每个国家都是社会福利国家 那个社会主义 基本上讲的就是左派思想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大家有一点情感 追溯一下 为什么我们哲学系的人 很自然 其实大家的 我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 我说我红的时候 我主要讲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认同 因为你是哲学系的人的话 你在读书的时候 你看到所有人 没有一个理论学家 会替资本主义的哲学 做一些详细的论述 只会强调像海耶克 像弗里德曼 强调自由的重要性 但是基本上 自由的同时 贫富差距不能过大 那台湾现在贫富差距非常大 前20%跟后20% 差66.9倍 那么这个数字我不要真假 但是如果你算前5%跟后5% 我差距大概有700倍 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话 显现出来 你的评估差距非常大 所以这也说明 我以最善意的心情来讲 因为我从小认得 所有的民进党员 都是以知识挂帅为主 这个现象完全不存在 老师我们接下来看到 两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的领导人 即将要会面 就是普丁跟习近平 那普丁在5月中呢 要访北京普习会 时间不多 大概只有两三天的时间 老师觉得现在在俄乌战争 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之下 那普丁到了北京去见习近平 他们会谈些什么 这个太明显了 首先第一个呢 我必须很感慨地说一句话 我在乌州住的时候 我遇到很多俄罗斯人 从83年到95年 很多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打从心底 认为他是欧洲人 没有很看得起中国人 中国人也没有很喜欢俄罗斯人 因为就觉得说 长得北欧人的样子 但是钞票大概只有蒙古人的样子 所以说感觉上 就扎扎鼻子之间 就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现在很不一样 这次普丁现在不一样 普丁现在71岁 他可以干到2030年 又干6年 连任后他自己公开讲话 他讲话的时候说 我马上第一个要拜访的国家 就是中国 他自己说出来 同时当天下午 人家问汪文斌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 说有没有 他说我无可奉告 其实那时候普丁自己都讲了 这个讲起来的话呢 算是没有想到 那第二点的话呢 这个普丁呢 对于中国现在来讲 强调这个关系背靠背 大陆跟俄罗斯之间的边界 很长啊 万蒙古如果不算的话 因为万蒙古被他们两国 包得紧紧的 如果不算 他们大概要快上万公里了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一个超级大能源国 中国基本上是个超级大生产国 你生产要靠能源 你生产不行的话 要靠人家提供你的货物 俄罗斯现在经济能成长 那美国都已经怀疑了 你到底有没有帮助他 那美国都要扩大解释的话 那就是有啊 对不对 你现在东西的话 如果你球鞋也没有 脸盆也没有的话 那你基本上的话 你还打什么仗呢 现在你啥都有的话 你可以安心下来 所以俄罗斯现在的GDP的成长 3.2% 它这个数字很高 越打越负啊 他在打仗 他觉得经济成长 还能提升那么高 对啊 就是美国就怀疑 就是说大陆有没有帮助 然后第三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目前为止 他把这个画视权 我跟你讲 最近有一个清华大学 那个姓潘的一个教授 写一篇文章 大家有空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是一个俄罗斯的问题的专家 他里面对俄罗斯是并不看好 唯一看好的就是俄罗斯的外交 他觉得俄罗斯的外交是很厉害 现在拉夫罗夫做的事情 俄罗斯外交直接想起来 完全以国家利益为主 那俄罗斯有这个传统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一个同事问我说 为什么大陆的外交表现得这么好 因为他基本上 从去年三月到现在 法塔赫跟哈马斯的这个 都在北京里面谈的事情 我说因为大陆的外交系统 除了说原来非常有元件以外 他们是沿用了苏联的这个架构 这个沿用了苏联的架构的话 能够产生这个非常重要 苏联架构有什么特别的 苏联架构非常特别 它的整个外交系统 你看大陆现在的外交训练 你看这一次 习近平到法国去的时候 那个场面 他的外交官讲面子很重要 面对146人的马队 我说除了前一阵子 我看只有拿破仑有这个规模 我不相信川普 有人说办得很像音乐会 赛尾 不管怎么讲 你就可以了解到 大陆的外交人员 那这个外交当中的话 最重要的是 俄罗斯原来的外交系统当中 非常严密的国际架构当中 现在反过来让中国担任这个华士人 你知道去年2023年的三月 沙特跟伊朗在北京谈 美国都不知道 俄罗斯一定会知道 然后现在的话呢 上个月哈马斯跟法塔赫在北京谈 美国非常非常生气 俄罗斯一定默许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要谈什么事情 两国之间在国际关系 在生产关系 甚至于在互通友谋上 都有互补的情况下 然后普丁又主动的 5月15号愿意来到北京访问 这个关系拉得可行 世界大国 世界只有三个大国 就是美国 俄罗斯 中国 而俄罗斯本身它是大的原因 因为它的核武库特别大 6000枚 将于6000枚 而且这个技术也非常成熟 那大陆本身是生产特别大 美国是超标特别多 那超标是印出来的 所以说在这个三国之间的话呢 其中的话呢 美国就感觉到很不是味道 压力很大 当然了 因为你第二名跟第三名结合在一起 说句良心话 美国到底有没有能力面对 就是说我们这样讲 中俄朝在东南亚东北亚对抗 美日韩 到底谁赢谁输 我非常期待知道结果 我非常期待知道结果 我必须强调里面有几个因素很重要 就是你最近有几个消息 如果你常注意 因为中国不是跟日本之间有一些问题吗 中国现在专门经搞南海了 东北亚的事情都交给俄罗斯 日本人本身对中国它有习惯性的不害怕 但是日本人对俄罗斯人 他们有习惯性的害怕 你说交给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动不动就是轰炸鸡啊 什么日本的什么靠着日本海经纪们 转来转去的都是带着 日本人怕俄罗斯 东北现在话语前 东北现在是交给俄罗斯去灌辖的意思 这个没有说明白 但是我得到的消息就这样 大家也知道啊 而且另外更重要的是 现在朝鲜活过来了 对不对 突然什么武器都有了 这个不是美国逼出来的吗 对不对 因为他们自己既有这个代理人 然后又有华斯人 然后自己的话俄罗斯本身全力配合 另外更重要的消息 我认为这个消息 如果在这次访问当中 泄露出来也极有可能泄露出来 就是以前叫闯关东啊 就我们山东人跑到东北去 叫闯关东对不对 现在极有可能发生一个 新的闯远东的计划 因为整个西伯利亚 有大概76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啊 需要中国人的开发啦 那是大远东地区 西伯利亚的远东地区啊 因为现在是偷偷摸摸 趁着夏天跑进去种菜嘛 因为西伯利亚又大又肥沃 只有夏天能用 一年只能用三个月 但是能够闯远东 就是大远东地区 因为俄罗斯有这么大块地态 没办法用嘛 对不对 而且是在 只能砍木材啊 对不对 在气候变迁之后 这个西伯利亚会是 接下来的大量藏 可能是世界的飞 因为亚马逊被破坏得非常厉害嘛 那西伯利亚维持这个情况 因为天气暖化了以后 西伯利亚能够开发时间 从这个三个月可以扩张 到四个半月 甚至五个月的时候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目前至少 因为大陆 如果地球是圆的嘛 从大陆飞到欧洲 最近的航线是绕过这个北极嘛 我当年去比利时 就是绕过北极嘛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说明一个 非常重要的现象 就是俄罗斯的地大 它的地缘关系控制的多 所以两国之间的关系好的话 可以发展出非常多 意想不到的结果 所以接下来中俄 如果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的话 这个部分在未来 是相当有前景的 那比发现两个月亮还重要 因为大家也不知道 因为原来俄国人 对于领土意识非常强 他就是留着不用 他也不让你进来 但是如果他跟中国合作的话 共同开发 那又不一样了 因为中国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驾轻就熟嘛 对不对 他们的基建也很厉害 对啊 像我们的名称叫什么海参威啊 什么的 就是原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嘛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方面 海参威现在已经变成了 东北地区的一个转口港口 对不对 那这个都是两国之间 像那个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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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乌吉乌什么 那个吉尔吉斯跟那个这个 就是有个铁路了 原来就是普丁特责 原来搞了二十年都没有修 现在一下就转了修了 大概已经快完工了这个题 老师我们刚讲到说 这个普丁跟这个习近平 会谈了些什么 那除了谈合作之外 还有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 俄战争的部分 因为还没有结束 你觉得在中方在这个部分 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普丁这次去访问中国 这件事情一定是重心 重心 重中之重 因为目前为止 这个世界不平静 这个世界之所以不平静的原因 就是俄乌之间的冲突 跟巴以之间的冲突 现在打得正激烈 但是巴以之间冲突 大概到五月底六月初会结束 基本上该杀得也差不多了 当然很遗憾讲这话 但是俄乌之间的话 一定要需要一个 双方都能够信得过的话事人 调解人 调解人 而且这个调解有三项原则 第一个你在战场上得到的 你才可以在谈判桌上谈出来 所以说目前俄乌的战事就加剧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 你一定要有意愿 都要同时相信这个调停人 那我刚刚讲世界只有三大国 那俄罗斯不可能相信美国了 那所以那时候 他要问中国越美做这个事情 虽然是最近对中国的态度也改变了 改变的情况也非常明显 他自己也觉得拖不下去 那个人都打光了嘛 你光靠傭兵的时候 所以俄罗斯现在一直在讲 就警告北约的傭兵 你来的话我们格杀无论 不准投降的嘛 对不对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我个人会觉得 中国要不要做这个话 是还真的是他的筹码在手上 所以现在中国是两手筹码 满手的筹码 我很难过的说这句话 只要战争不是发生在你的家园里头 对你来讲未必是坏事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今天发生太阳花血运 然后美国血运警察打成这个鬼样子 那你认为林非凡跟那个什么 那些小家伙会不会挨揍 我们可以发现请美国警察来打 对不对 因为他自己本身自拿嘴巴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就是说美国本身面对的麻烦够多的 这个话是如果中国不当 这个中国不当美国高兴 那美国高兴 如果中国当这个话是人 把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结束了 美国不一定会高兴 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中国最厉害的 不只是经济或者是说制造这个部分 他最强的就是他的国防外交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 到欧洲去访问的几天的时间 那包含了三个国家 老师怎么看这一次的 防欧的一个外交 我跟你讲啊 这次防欧是一个重要的成功 这三个国家都非常特殊 也可以说是不得不去 最重要的三个国家 就在欧洲里面拉开一道口子 有逢凤查身的可能性 因为欧洲本身在美国的统治下 有北约啊有欧盟啊什么的 这个力量都非常大 但这三个国家的话呢 首先法国它就在 北约中有独立的路线 美军是不能够驻法的 这个我太熟了 我太喜欢法国了 我这个对法国式的生活 我太熟悉了 太了解了 因为呢这个法国本身跟中国来讲啊 既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 又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 他们之间的互相的话呢 有能够互相的发展 最主要是它的独立的路线 你现在看到那个冯德莱恩的话呢 他跟那个法国根本不能比啊 那现在这次因为俄乌冲的关系 知道德国其实是美国的一个附庸啊 那表现出来的 连他们那个外交部长啊 就是那个贝尔格勒什么的 基本上的话呢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 德国跟法国的味道就不能比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他要去塞尔维亚 这最近刚去的嘛 那塞尔维亚跟中国的话呢 塞尔维亚本身呢 是很愿意当西方的一员 我必须要让大家了解 欧洲人是看不起亚洲人的 唯一的例外是日本人 那么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欧洲人呢 自己呢做了个区分 因为这个塞尔维亚非常倒霉 大家知道塞尔维亚什么 塞尔维亚不是只有贝尔格勒啊 也什么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 他原来是南斯拉夫的首都啊 本身是南斯拉夫最重要的国家 大家拿开拿出来以前的 1990年以前的地图一看 南斯拉夫非常大啊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呢 塞尔维亚的话呢 成了个内陆国了 然后在加拿大旁边的科索沃 科索沃塞尔维亚 绝对一步都不能让 为什么 这个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巴黎和会的时候 顾维军讲了一句话 就说我们割土地 不能割山东啊 山东是我们圣人的家乡啊 那个科索沃就是 塞尔维亚人的圣人家乡啊 那怎么可以割呢 所以说这个打仗来讲的话 很多人就用这个科索沃的名义 来制造这个塞尔维亚的内部冲粉 所以把塞尔维亚逼得没办法 塞尔维亚变成 在整个欧洲地区跟中国最好 中国人最早到塞尔维亚去 都不用签证 就最早关系最好 那另外的匈牙利的话呢 奥尔维亚的话呢 马上要去 你就可以看到 奥尔维亚是既是北约成员 又是欧盟成员的同时 又是绝对不合作的人 他不跟美国合作 他发觉美国基本上是 捣乱一切事情的源头啊 匈牙利人也算很聪明 匈牙利人不是 他是马萨尔人 他不是热曼人 也不是拉丁人 也不是斯拉夫人 他这种特别 我去过宣耀力 首都叫布达佩斯 非常漂亮 我也是刚好去年去 首都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我在宣耀力的时候 是刚开放没有多久的时候 我宣耀力的布达佩斯大学 里面的一个职位家 帮我照顾得非常好 给我住了好大一间房间 才十块欧元 这么这么便宜 宣耀力的确物价 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老师怎么看 刚刚提到 就说习近平他的一个战略 稳定的一个策略 这次在访欧的外交 可以说是一个大成功 那接下来你觉得 就说中国在外交上面 除了访欧之后 那接下来还会有什么重点 要观察的 巴以冲突 巴以冲突 中国一定要扮演一个角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讲几个原因 因为你首先第一个 以色列的这种霸道跟这种 算有点不理性的策略 就是拉德尼亚胡的这种观念 不顾一切 大家发觉中东原来唯一的化石人 美国根本无能为力 然后第二个呢 我说过因为拉法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然后实际上呢 就是烂房子打烂的房子 再丢几颗炸弹 人马上就会杀光 我必须强调 会杀人的主要理由是 哈马斯根本交不出人质了 哈马斯也承认 这个人质啊 你想想看 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去年十月七号 把人质绑走的时候 他是没有做健康检查的 就把老人什么的一起带走 那有些老人的话 连上车下车都不方便的情况下 在他们折腾了半年 还有几个能活的 我都很怀疑啊 所以这些人质 他自己可能本身 没有办法 他就在以色列摩扎特 都有名单嘛 这些困境 不是 因为你 你那个以色列的部队 打加煞的过程当中 是把一栋一栋大楼给打垮 你看过那照片就知道 那这个老人藏在哪里 他怎么能活啊 我蛮怀疑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 哈马斯的事情解决了以后 那种种问题需要稳定啊 阿基人不敢要把他散任 约旦人也不敢要啊 那这一帮人要活到哪里去呢 经过这一番呢 在大屠杀之后呢 宗教人帮他们想一个方法啊 我说一句两千话 我都不排除 大家都在想办法找个地方 安置巴勒斯坦人啊 以色列人不要他们啊 但是这个世界上 大家一大堆讲啊 人道主义人道主义 你总要他们啊 不是我们政府 不是很喜欢做这个事吗 我们现在开放了印度移工嘛 我们应该开放巴勒斯坦移工啊 所以老师觉得说 这中国除了在俄乌战争 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之外 接下来就是以霸战争这个部分 中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调停人 这件事情 美国不会答应的 美国不会答应的 但是美国有多少力量 但是像以色列 以色列已经不管美国了 对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在这里 就是说如果以色列 以色列也非常不喜欢 中国的立场 因为中国始终是两国论 以色列不喜欢的立场 但是这个基本上的话 凸显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说是 对于中东的问题来讲 现在大家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我再强调一遍 上个月的话 这个哈马斯跟法达赫 在北京见面 哈马斯是伊朗支持的 法达赫是沙特支持的 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等于是一个延续的第二章 这个中东问题 已经做好了一个 铺层上的准备 现在问题是就说 你巴勒斯坦要建国 是联合国的规定嘛 那你要不要执行这个规定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得找块地 让巴勒斯坦有个家园 还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可能是 我才是非常有可能 移到西奈半岛去了 西奈半岛 就是你知道 拉法后面下去就在埃及 原来以色列占领过 西奈半岛后来还给埃及 埃及那时候总统叫沙扎特 还给他了 不过非常有可能 因为以色列本身呢 我认得了很多 从以色列来的人的教授 我邀请过 以色列人对于国家安全的话 的系数是百分之百 以色列不可能不安全 这种情况 非常重要的 但是埃及会同意吗 西奈半岛这一块 我觉得国际的压力 越来越大嘛 你不同意的结果 就是非常悲惨的现象 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强调 我觉得像我们外省人 都是战后儿女 听父母从头到尾 讲过那个战争的故事 没有人道可言的 我觉得这种可怕的记忆 战争的记忆 是在台湾来讲 尤其在我这种 幼小的心灵当中就灌注 我妈妈始终认为逃难是一个 人生必经选择的道路 因为逃太久了 那现在巴士海人 连逃难的机会都没有 你不觉得很惨吗 我虽然是没有经历过战争 但是我去过这个难民营 就是叙利亚的难民 在以色列跟越南 那你比我还印象深刻 就我到过黎巴嫩去看过 你去过格兰高地吗 对 就是说那个地方 其实就是有一个难民呢 它是从当初以色列 把他们往北赶 赶到黎巴嫩的那一块 那那个地方有一个 很特别的难民营 已经大概五六十年了 那叫做珍珠党赫斯波拉 对 那它自己成立了一个 小小的城镇的 已经从难民营 变成一个小小的城镇 那那个时候 我曾经去过那地 那其实也还蛮可怕的啦 就是说所有的 这个难民营的状况 都不甚好 其实我们可能以为 所谓的难民 就说像是个联合国组织底下 所提供的一个包一个包 白色的这样子 很有秩序的 其实不是 它这个真正的难民 真的是非常的复杂的 而且这些人 其实他们离开自己家乡之后 他们的内心 都受了非常大的冲击 就是说他们 包含他们的教育 也都断层了 他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去受教育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 断层的一个世代 所以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 你这就是采访还是观光吗 当然是采访 对对对 观光不可能跑那个地方去 观光那个地方是不能去的 就是说你连拿签证都很困难 对所以我之前也在节目上 有分享过这一段 所以我说我们可能年轻一代 是没有经历过战争 但是也有机会看战争所留下的 这个影响 所以当然都希望和平 尤其现在台湾年轻人 没有人想要出去打仗嘛 所以这个还是希望 就说两岸还是和平的情况 是最好的 对的 我呼应一下 你这个讲的观念 我认为台湾人 都根本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 也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 却目前为止 我自己所了解的 就是民党本身内部 也发觉说这种准备打仗的 这种心理 慢慢也不能再搞下去 因为战争的确 以色列替所有的战争的教科书 树立一个榜样 唯一能够打胜仗就把人干掉 真的是完了 所以老师觉得赖清德上任之后 他的这个策略 是不是会做调整 他想做调整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刚刚提到 这个有关于惊吓的这种 渔船的事情没办法解决 因为他们民进党 一直有一些人 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想要借这个机会 因为他们吃午吃 协商不成 你看那个嘴脸就知道 他们一定要说 我们是海洋署 你们也把你们海洋署叫出来 大陆只派出红石智慧 原来一直是红石智慧 他们不要 就是官方对官方是卡在这里 那现在没有 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笑得出来 因为要不然你就试试看 我们试试看 一直等到海洋署里面 其实说句两句话 等到战争的时期 死个人都不算什么 我们也不乐意见到有那么一天 今天真的很谢谢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来向我们的洪流洞见 那也希望之后呢 还有机会的时候 我再请老师来谈谈 别的议题 今天也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在结束之后呢 先帮我们按赞 然后在底下留言 同时呢 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也谢谢老师来到节目中 谢谢初芬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手底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我记得手机挂式最重要 就是要轻巧 在身上不会有负担 然后又很方便 可以随时呢 可以拿起手机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现在几乎手机都不离声 好 那这个Live 我非常的有趣 就让人家觉得是 我随时在线 on air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是可以移动的 就是说会跟着你的衣服啊 它的长度 然后来做移动 因为长辈呢 有时候手忙脚乱的东西 要拿很多 不方便 其实我觉得如果 挂在身上的话 对长辈来讲 就随时 它就可以拿起来使用 而第二个我想要推荐的是 我的登山的好朋友 因为登山的时候 都很想要拍美照 但是呢 有时候 你又要拿登山帐 很不方便 可是如果有挂绳的话 其实它就可以 随时拿起来拍美照 然后呢 随时可以来 继续的登山 他们说 谢谢�� interpreted 海船 有时候 这 《秋 我